這名女子將倒地的機車牽起來 安全帽 掉在地上 不是撿起來放好 而是用力摔在機車踏板上 緊接著女子拉扯機車尾端 還落到另一邊 左右晃動機車 硬扯硬拖 整個暴走的行徑 全都被人錄下來 這裡就是事發的現場 是在台中火車站的附近 地上還有被拖行過的痕跡 可見當時女子移車 完全不手軟 目警民眾還示範 當時這名女子是如何使出蠻力 粗魯推車起碼有四臺機車受損 有的掉漆 有的刮痕累累 女子這樣的行為已經涉嫌毀損 雖然目前受害車主還沒有報案 但女子離譜又粗暴 實在讓人看不下去 警方要主動揪出這個人 記者連緣編編中文君台中採訪報導